大家好 我是杨丽 到达半决赛了 不使劲不行了 你们也能看出来 今天我这个劲都使到造型上了 有点越努力越心酸的意思 他们跟我说 杨丽你这样做会特别像乘风破浪的姐姐 结果我现在我觉得 我特别像赛车场上的女郎 感觉我手里就插一个小旗 准备随时说Ready Go 录节目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我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知道上一季我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化妆 你知道当我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那个 花了两个多小时 化上了全妆 带着完整妆发的我 脑子里就闪过四个字 就是没有必要 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们这种常年不化妆的人 突然第一次猛的一化妆 就会显得年纪特别大 你知道吗 我当时那个蓝色小碎花一穿 然后那个头发在那一卷 你就感觉我今天不是来说脱口秀的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参加的还是女儿的婚礼 我仿佛就看见时尚之神 就算不远处向我招手 只不过是以交警的手势说 No 我大概真的很难洋气起来了 比如说上节目 上大学都没有改变我 然后大学是在一个设计学院 学设计 我跟那个学校真的是格格不入 开学第一天我就听见一个同学说 他家养猪 我听完贼兴奋 因为看过我的观众知道 我家是养猪专业户 我当时想说这就是同道中人 我说你家养猪 我家也养猪 他说是 我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你呢 我说我家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可爱吗 我说好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 你知道 就是不管我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骨子里永远是个农民 平时为什么我老穿T恤牛仔裤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看 而是因为我潜意识里觉得 这样穿干活方便 就是我穿个宽松点的裤子 卷起来我就可以去插秧了 不时尚这个事 真的也不能全怪我 我从小到大对衣服 就没有自主选择权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买过 一件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买的所有衣服 都是我妈觉得面料好的那一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衣服 只要到我妈手里 她只要轻轻那么一搓 她就知道面料好不好 我想说你那个手是质简仪吗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她跟导购在聊天 你知道吧 她说这两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导购说 这件两百 这件一百 然后我妈说 杨丽 这件面料好 她说你摸 你摸 你看 特别轻薄 我说是 那一张一百的 肯定比两张一百的 摸起来轻薄啊 开灯了 没人开灯了 我觉得杨姐讲得特别好的时候 手部动作会非常丰富 她会这样一直切 打打打打打打打的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那些打扮特别夸张的那种时尚潮人 我都特别羡慕 我说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潇洒 那么自由 难道他们都没有父母吗 她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 所有的东西都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这辈子有没有人管得了我 别说你了 连精神病院都不敢抓我 然后我就只能悄悄地溜过去 说我的衣服面料好 我还特别羡慕那些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品味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存在的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我好疼你这会一样 翻上去 靠这个翻上去了 这个我觉得很稳了 我觉得很稳了 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说 时尚是一种态度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我现在也想开了你知道吗 什么时尚不时尚的 我觉得不时尚就不时尚的 不重要 因为那些时尚的人士 你看他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不开心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就感觉精神状态非常差 感觉每个人都是张博洋 你知道吗 拍照的时候随时都在说 哦 不行了 生活让我头痛 别说了 我准备要退赛了 只有这样 你才能时尚起来 你知道很积极阳光的人 是很难时尚起来的 没有一个超模 在拍照的时候 内心就是忽然 你让他说 我一定要赢 我这是太厉害了 这件衣服棒 不光棒 而且它面料好 好 谢谢 谢谢